另外一件事 我们现在在看事情的时候 或者我要推动某些事情 或者我要推动某些事情 怎么样会比较全面 就是我要对这件事情要全面的理解 或者我 为什么人家常常问我说 你为什么那么有办法 那个什么东西到你手上你都能推动的很好 其实我现在 我自己以前没有这么清楚 但是自从我把那个 自从我看了《道德经》之后 然后加上我的新制图 然后再看了一些网路上的那个影片 我就其实融会了这个东西出来 我们看一件事有五个面向 五个面向 那第一个面向就是 《市》 道法素器《市》有五个面向 那这个《市》指的是外在的环境 《潮流》 《环境》跟《潮流》 所以如果你是在这个市头上 比如说现在教育部在推行动学习嘛 所以行动学习很多钱 这个就是那个市 所以你这时候要申请任何计划 只要你牵扯上那个行动学习 钱一定很好要得到 钱会很好要 这个就叫做市 那如果 所以我们大部分会需要顺势而为 就会很简单 那什么时候 就会有英雄造实事 这个部分 那是除非你是一个能量很大的人 或是说 你很会利用 你很会造实事 那一般的人怎么造实事 很难对不对 各位两件事情 第一个 你必须要有一些话语权 可以公众演讲 那你就有可能可以造出新的实事 第二个就是利用媒体 利用媒体 就可以很快的散布你的概念 只有这样的人 有办法去做到英雄造实事 那其他的人呢 如果你没有这个办法 就请你顺势而为 你只要是站在让头上 连猪都可以飞上天 所以这个叫市 那道呢 就是成功的真理 所以我们讲 如果你的教育要成功 那个课纲的核心 终身自主学习 这件事你一定要抓住那个核心 所以你在教任何科目 你都要想办法把这个东西 安插进你的教学里面 你要让学生教的他可以自动学习 然后教的他有意愿去自动学习这件事 这个就是成功的道 所以你要先搞清楚 你做这件事 他的成功的真理是什么 做什么一定会成功 他的原理是什么一定会成功 你先把它搞清楚 那这个就是你的方向 方向就是道 好 那再来法 法呢 就是你的内容跟架构 所以如果是科技领域的嘛 那所以我的科技领域一定会有一些 教材是一定要教的 因为都有课本的嘛 所以课本的东西是一定要教的 那那个东西就是我的内容跟架构 那这个就是属于法的部分 课程内容架构 那数呢就是你的教材教法 或者是你的实施的策略 那比如说同样都是这个课本 那为什么这个A老师教学生都听不懂 那B老师教学生就很容易一下子就懂 因为他的教材教法不一样 为什么别人去推这件事情都会失败 为什么邱老师去推这个事情 为什么那么容易就成功 他一定会有一些策略跟手段 所以你要去想这一件事情 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 器 工具 你在推这件事情 有没有可以让你很容易成功的工具 super的工具 简单好用又很容易发挥效果 如果有 你这件事情就很容易推成功 所以我们如果现在要去推动一件事 我都会把这五个面向想清楚 那你在做事就很容易可以成功 这是跟第二个跟各位分享 那所以用在Canva里面 我先回过头一下 我会顺便跟各位解析一下 我现在做的这个 用Canva做的这个简报 然后我的后设 我的思考是什么 所以你看哦 我融合了道德经 这些其实是我之前用新制图整理出来的东西 但是我把它拆成这道法素器式之后 五个面向之后 我为了要跟各位说明 我就刻意去找了Canva里面 金字塔的元素 那个金字塔一拿出来 然后为了协助大家记忆 我就找了这个概念很像的图 这两个应该颠倒 概念很像的图 让你一看就明白 那所以你看了这个图之后 第一个很清楚 第二个很容易记忆 对不对 我还有帮你把那个关键的重点都放进来 然后我这边呢是 有个简单的说明 所以我想你看这个图一定胜过 我解释之后 你之后再看这个图一定胜过 别人讲千言万语 你应该可以很容易理解这个东西 好 好